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2219集 常盈的反常明显 也就白奶奶还没有反应过来 常盈父母到底是了解女儿 就猜这个所谓的潘三哥另有来历 是女婿白志勇的战友 听着更像是上官呢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级别的军官 至少得是个团长吧 常家人也不敢怠慢 对潘宝华的态度都非常客气 唯有白奶奶迟钝得很 听说是孙子白志勇的战友 对潘宝华是很单纯的热情 唉 白奶奶的表现才是正常的 不是哪家随便挖出个老太太 都能像于奶奶那般惊于事情 夏小兰这样换了心子装年轻的 在于奶奶面前都是稚嫩的小可爱 心里在想什么 一般瞒不过于奶奶 若遍地都是于奶奶一样等级的 年轻人还怎么混出头呀 潘宝华配合于奶奶的热情 说了几句话 就差不多明白了白奶奶的虚实 警惕心非常低的老太太 难怪会上了那个小白脸的当 就是打发了高华斌的小白脸 也会有其他小白脸 谁叫白奶奶特别好哄呢 不过 这也是白奶奶真正忧心孙女的表现 潘宝华努力给耳根子软的白奶奶 找了个借口 难怪 昔日的白家武馆 一度非常没落 不没落才怪呢 一个耳根子软不聪明的白奶奶 一个只有武力脾气暴躁的白志勇 有这样的奶奶和大哥 竟把珍珠衬托得格外厉害 潘宝华不由给了白珍珠 一个赞赏的眼神 白家这几年全靠珍珠撑着呢 真不容易 白珍珠 What 三哥干嘛忽然用这样的眼神看他 好奇怪哦 常盈一边泡茶拿点心 一边也在琢磨 这位威名赫赫的潘首长 怎会和珍珠一起回来 看起来两人挺熟的 不是常盈瞧不上自己男人 白志勇提起潘首长的口气 是敬仰居多 轻绕不够 说明白志勇和潘首长不够熟 那潘首长特意来白家看望老人 是为了 常盈有个猜测 看看陪着白奶奶说话的潘宝华 又看看白珍珠 强行把那丝念想给压了回去 不可能的 不过潘宝华上门 要和珍珠说高华兵的事儿合适吗 常盈为小姑子的婚姻大事真是操碎了心呢 她把白珍珠拉到厨房里压低了声音 如果高华兵是这样死尘烂打的人 常盈就要为自己的眼光负责了 都是她把这块狗皮膏药给招惹来的 白珍珠看了看外面 不知道为啥 她急不想在潘三哥面前谈论这件事 不管是相亲 还是高华兵这人都太违和了 她连这种小事都搞不定 潘三哥说不定会觉得她很没本事 江湖儿女居然被这种事为难住 太丢人 不过 常盈开了头 白珍珠也想借机把话说开 如果能叫嫂子和奶奶 从此学会尊重她的个人意愿 有高华兵这人的出现倒不算是坏事 故而她就当没看见常盈脸上的自责 嫂子 我早就说过不想相亲 更不想和这个小高结婚 我自问没那么大的魅力 能引得一个大学毕业生紧追着不放 嫂子 你觉得小高看中我什么了 常盈支支吾吾 应该是看中珍珠的钱了 可有钱就是珍珠的优点呢 还不许相亲的男方看中这个优点 她应该是知道了 你是安家建材的股东 图你经济条件好 小高家经济条件不行 家里供出一个大学生不容易 都是我的错 小高这个相亲对象 是我们没有打听好 图钱很正常 谁相亲不考虑条件了 但一味只图经济条件 这就比较让人警惕反感了 白珍珠想了想 干脆把话说清楚吧 不仅是她嫂子 还有她奶奶 她离开厨房 重新回到客厅 我在外面做生意的事 一直没有给家里人交底 这是我的疏忽 今天趁着大家都在 我去说一下吧 也避免以后再出现高滑冰这种事 让潘三哥听见是不好意思 可想一想 她也没做错什么呀 长家三口老实听着 白奶奶却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小高怎么了 那小伙子不是挺好的吗 不过白奶奶也没打岔 这还有客人在呢 珍珠说这个 真是把老太太惊住了 白珍珠三言两语 把高滑冰跑去人民桥建材店 堵他的事说了 人民桥小商品市场那一片 是我起家的地方 是安家建材第一家门店 尽管安家建材开了许多分店 第一家老店的生意一直非常好 人民桥那地方人流量大 很好做生意 但也鱼龙混杂 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做生意的小商贩 还有行窃的小偷 或者某个看起来很老实的挑夫 其实是从别的地方 来讨生活的逃犯 想要在人民桥小商品市场 站稳脚跟 未婚的年轻大姑娘 是很难的 所以我干脆就穿男装做生意 能省去很多麻烦 就那么个混乱的地方 当初换了小兰去摆地摊 根本别想专心做生意 没办法 小兰长得太漂亮 还是个外地人 被调戏被找麻烦什么的 再正常不过 也就换了白珍珠这样能打的 才很快在人民桥小商品市场 闯出一片天 再加上他经常男装打扮 也模糊了性别 做生意能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因为一开始的印象留下 直到如今 也仍然有许多人 不能分辨他的性别 外面人都叫他一声白老板 看他带一群师兄弟 哪个敢惹他 那缺德的小高 偏偏当众叫破了他的底细 知道他是年轻未婚的女同志 名下有不少的产业 一些男人说不定就会打着 人才两得的主意 往他身边凑 白珍珠虽然不怕 但终日被贼惦记着 谁能高兴 白珍珠下半截话还没说 白奶奶和长颖已经听傻了 珍珠啊 这做个生意太危险了 又是小偷又是逃犯的 还有小高 是不是有误会啊 长颖则想到了白珍珠那次受伤 恐怕不仅是小偷和逃犯那么简单 那是混混拼抢地盘吧 白珍珠扫了几人一眼 又重点看了看潘宝华 真好潘三哥没有露出不耐烦的表情 那他就继续往下说吧 高华冰这个麻烦还是小事 我怕高华冰只是一个开始 毕竟我除了是安家建财店的股东 名下还有其他产业 财博动人心 如果我们一家人没有达成共识 以后这种麻烦肯定还会出现的 果然还有别的产业吗 长家夫妻站起来 珍珠啊 我们想起家里还有点事 就不打搅你们谈家务事了 吃itter 够发业 够MP 我们可以准备看 畅度 你有什么 感覚 金